台股 欢迎收看大师大外星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是涨啦 继续涨了54点 盘中又创了历史新高 好 来到了21937 那尾排名有收最高啦 那稍微震荡一下 那应该2万2应该没问题啦 这几天应该有机会过去 那媒体的焦点应该是 今天什么国会改革法案可能会不会过 那其实也不重要 快去打牌 你懂我意思吗 赶快去打架 赶快打一打 其实到底谁对谁错 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反正接下来就是4年 就像我1月1月初开完票 我就说未来4年就是这样 天天吵 天天闹 很正常 那不要影响到我们做股票 这样就可以了 那今天昨天美股是休市 所以ADR也停止报价 但是尾盘比较重大就是说本来本来大涨 那尾盘压了好几十点下来 所以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压了什么股票 很像华硕啦 长龙海运啦台积电都杀尾盘 都是杀尾盘 那尾盘有稍微再把指数再压下去一点 那昨天强势的联发课今天也继续创新高 有继续创新高 所以你要去看那个资金往哪边走 资金是不是准备要往IC设计股走 这个才是一个趋势 你自己要很清楚说这个盘在干嘛 不是说什么今天观光谷在涨 大家就开始讲观光谷的好话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不是控制在你身上的 偶尔你就看看就好了 听听就好了 有些讯息是假的 那你自己去选择你要站队 要站哪边 做有钱人还是做穷人 你自己要去看 其实也不用去 特别去同情别人或是什么的 因为就像我们做投股老师那么久了 其实我们很知道投股的观众 在做股票的观众朋友 你在想什么 我们很清楚你需要什么 但是你没办法克服的就是说 明明我们就比较实在 可是你就很喜欢想说 我再去看一下 哪个老师比较会吹牛什么的 其实你看他那种讲法 你看久了就知道嘛 电脑打出来 掌停板的那个就是他的 那个你要认哦 那个你认同哦 哦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不用很久嘛 那一个月以后你就比那个黄仁勋还能有钱啊 对不对 不用这样子搞啊 所以你要去想 接下来你怎么做比较重要 今天最后转54点 不要浩高欧远啊 那黄仁勋已经来台湾了 引动台股去挑战两万二 那两万二如果站上了 搞不好就两万三哦 一直上去哦 那昨天有人出来讲话啦 说有可能哦 六月份又要重启什么两岸怎么样 不可能哦 他两岸就在疯传说可能会开放啊 那我就是跟你讲 我的结论就是这边直接讲啊 不可能啊 因为月底要办理那个旅展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大家在炒作一下哦 观光谷这边有绝处逢生吗 不可能啊 我跟你讲不可能啊 哦 你看到今天三幅又大涨五幅又涨停板 我告诉你哦 你太不了解现在我们的总统赖皮了 你太不了解他了 你如果深刻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的个性哦 你就大概知道说不可能 不可能的啦 外面怎么团怎么路啊 那是在他讲啊 在人讲的你知道吗 就像他国庆演说 对不对 多数为什么要尊重少数 为什么是先讲多数服从 多数要尊重少数 然后才讲才逼不得已讲说 哦是要少数要服从多数 你们少数有要服从多数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很简单嘛 宅一共嘛 我告诉你哦 人世间我像我们活到五十岁了哦 人世间哦社会运转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什么公不公平的啦 搭比的就是谁有权势哦 谁有钱哦 谁比较霸道谁就说了算 本来就是这样 他有权利他现在说了算 你觉得他会开放观光吗 你觉得他会开放路客来台吗 你觉得他会开放台湾人去 组团去大陆玩吗 然后去给大陆赚钱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要想清楚嘛 IC设计股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今天你要开始留意IC设计股啊 因为股王昨天已经开战了 已经表态了哦 那股王开始带头往上走之后 你要去了解哦 有些股票就会上来 你看今天IC设计股 经历科我不讨论啊 那你像那个心鼎啊 励志啊领养 夕伟 夕伟这里也去连续两三支掌停板了 凯育的资源 连跌最深的 你像这种资源这种股票 半现金增资310 我记得没错是310 办完之后就这样摔死了摔到269 那宣布半现金增资的时候是450 400块以上说要半现金增资 所以要半310直接来这边 搭脚完款之后来这边 所以他还是跌超级惨啊 诶 459.5 跌到什么 跌到269 他今天涨刚好而已 他今天涨刚好而已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他值多少钱 你要去看他值多少钱 对不对 就像之前的股王世新 那时候在4500 4200的时候 喊说他要发基地亚 发基地亚3500 后来得到多少 我记得没错2600 最近有反弹了 对不对 那你觉得很棒吗 全部都套牢我告诉你 上礼拜五跟你讲 5月24号跟你讲 23块的星际 接货 美国系统厂商的万台大订单 月积有机会上来 人家这个是 几乎一整年没有涨 底部完成了 那你要不要跟着来 我说好便宜啊 一年都没有涨 大盘大盘涨翻天 每天都创新高啊 昨天涨200 今天15秒 打开来喔 开盘就涨200嘛 又打开来 打开来15秒 又涨200 那他就都不要涨 就像我跟你讲 就跟罗森一样 他平常都不会涨 可是他涨的时候 就天天涨200 你看今天罗森又涨200 那你很厉害嘛 对不对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五根啊 50%了嘛 他从来都不涨喔 对不对 基本面很差啊 我也是机器人 你看 我也是机器人题材 因为你要去看嘛 机器人题材是所罗门在带头 所罗门拿那个很烂的 EPS 已经搜 他就飙到170 180了 你懂我意思喔 所以下面只要说 我也有 我也有机器人 对不对 我有站到边 我也是零组件 就呸呸呸呸就上去啊 你像今天宝达 3537的宝达也是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赚30% 我们就先走 卖掉了 卖掉就卖掉了 买新的股票嘛 那今天我们买一档新的 升权 升权这档股票很久没涨了 我们看K线图就好了 有时候跟你讲基本面 你也不是很想要听啦 来 升权这家公司股本不大 五十六块跌到这边 跌到这边 最近他就是在打底 大盘最近也是创新高 这两个股票完全没有涨 你说老师他今天量比较大 量比较大 是因为我们进去嘛 对不对 那量比较大你要去看喔 这边如果上来的话 你要避免的是 他就咚咚咚就上去了 股票常常都这样 你看不懂的时候 先不要管先注意 不对劲还是跳空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你说我有没有买啊 老师啊那个星际啊 我看这个喔 真的看起来有点心动耶 不是星际而已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一整年都没涨 一整年没有涨 昨天拉涨停板 市场就开始注意了啊 今天就跳空涨停板啊 因为他的套牢圈在一年前了嘛 他那个套牢圈已经拉到一年前了 我跟你講有套牢走就卖掉了 第一档人家全部买走 买走之后开始涨 那你要去找这种股票 尤其是你要去集中IC设计 这边会集中在IC设计 你往那个方向去找 应该蛮多股票可以 可以赚到钱 我是讲说可以赚到钱 但是有些人他 看节目不是要赚钱的啦 他是在看看 老师你今天会不会出球啊 我怎么样 出球是偶尔啦 但是你又说什么什么 老师在那股票怎么 那么涨那么快啊 涨那么凶没有等你 其实观众朋友你也很清楚 你刷QR Code 你在盘中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我们公告什么了 你又不刷 然后又说懶得看 然后又说什么 缴不起会费 缴不起会费呢 我们也开后门给你问了 这很多都是你的问题啊 你如果考虑的话 没关系你就继续看 继续看节目 继续去比较 没有差嘛 谁能告诉你真相 等你遇到南墙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套牢的很惨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老师才能帮你 你自己要去想啦 沿通跟你讲看好就是看好 35块多就开始买啦 对不对 你说老师今天没有涨 没有涨就没有涨 他是不是IC设计 你想他是不是IC设计嘛 对不对 你现在只在想的是 老师 这边会不会过关啦 过关我再来追啊 你创新高我来追涨停板 对不对 现在这些老师最厉害 我跟你讲 如果跳上去涨停板的时候 就有老师说他有延通了啦 而且还会很多老师 会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卡 说好像他低档也有 就这样啊 就这样真真假假 真真假假 搞得你好像判断能力失常 其实你也不是判断能力失常 你也不是什么大小的变失常 不是啦 那跟那个没有关系啦 那就是诈述嘛 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盛行 那就是诈述 他抓到你的痛脚了 抓到你太贪心了 懂我意思喔 你觉得你要脚踏实地的 你就来找我 其他我就不管了 有在人做生理 那人做生理的方法 我们不要说太明显 你知道吗 我说那就是人的诈述 你又听不懂 我都没办法 那就是你的命啦 你懂什么 想骗你刚才好而已啦 关键是什么 我刚刚都已经跟你讲了 你自己要听清楚啦 加油 这种股票开始上来 他一路上来了呢 好像有人在买 你要注意喔 我不是给你推荐信心 我是给你推荐 有别的股票 在低档 尤其是洪家军 他是洪家军 也是国际集团 国际集团最近 他的股票也都在动 也都在动 所以他还有那种股票 他入股就是八十几了 还在八十几了 这种股票你要特别注意 要么他不给你涨 你要小心一点 你现在有些股票 要么就不涨 连续五支涨停板 你像昆银 那个本来就是十几块 以前前两年还十块 十块附近 他公司就在 就在我们前面 汤城园群前面那个路上而已啊 他在那个小巷子里面 然后厂区在里面 几乎厂 几乎工厂没什么在运作 对不对 为什么大涨 不知道 三十几了 跳工厂零板 对不对 不是昆虫喔 是昆银喔 公司就是我们头钱而已 我们这儿走过来200公斤 这样啊 有什么去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很清楚喔 有时候股票在涨喔 涨的也不是什么基本面 你像我们都很会挑基本面嘛 基本面要好 对不对 起码要有赚钱 像个分析师嘛 对不对 做分析师要像分析师嘛 啊 不要做分析师有分析指照 搞得好像自己是诈骗集团手脑一样 就搞不清楚喔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在亏什么啦 自己加油啦 这市场股票今天没有涨喔 小跌 小跌 你拉回要记得买 拉回要记得买 我跟你讲啦 行情不是什么什么怎么样涨几倍的问题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要等敢拉回的时候买 你才会是赢家 才会是赢家 好 祝你大传 我们明天见